北冥有声 我有一座恐怖 第769集 陈哥在修理间发现了四面奇怪的镜子 王小明则不停地催促他离开 陈哥抬手打住 稍等一下 他仔细观察修理间角落的四面镜子 第一面镜子没有边框 边缘用透明胶带包裹 看样子像是从书柜上拆下来的 第二面镜子不算大 应该是有人把化妆台的上半部分给聚下来了 不太像是学校里会有的家具 第三面镜子上写着实验楼三个字 应该是从那里弄出来的 第四面镜子带有一个木质镜框 镜框上写着一个数字 413 数字下面在镜框边缘和墙壁贴合的边缘处 还有一个人名 林思思 最后这面镜子上 为什么会有小林的名字 难道这面镜子 是从小林宿舍里弄出来的 陈哥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学生档案中根本没有小林这个人 这面镜子上 为什么会写着林思思三个字 蹲在最后那面镜子前 陈哥看着被遮盖住的镜面 不知是自己的影子不小心映在了上面 还是因为光线视角的问题 陈哥隐隐觉得镜子里有一个人 镜子上 是有林思思的名字 如果里面真管有人 那个人会不会就是上一个林思思 想到这里 他伸手触摸镜片 那种冰冷阴寒的感觉 就像是在触摸椅上 缓缓打开的血门一样 面前的镜子 仿佛变成了一条 张开血盆大口的巨马 陈哥强忍不识 抓住镜子边缘 他的手指 在触碰到镜子背面时 发现镜子后面凹凸不平 好像刻着什么东西 感觉又被吞进去了一样 陈哥缓缓转动镜子 等他看到镜子背面的时候 深深写了口凉情 镜子背面用大红色的颜料 刻满了林思思三个字 密密麻麻 挤满了镜子背面 更关键的是 这些名字明显出自 不同人之手 字迹完全不相同 王小明 你把其他几面镜子挪开 看看是不是每面镜子后面 都写有人名 陈哥双手扶着第四面镜子 示意王小明去挪动其他镜子 可是他说了半天 王小明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陈哥回头看去 发现王小明和白林都直勾勾地盯着 修理间内的镜子 他们两人身体前倾 仅用脚尖垫地 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条条青色的血管 眼中带着无边的恶意和怨度 陈哥诧异道 你俩怎么了 镜面被血红色的染料涂抹 映照不出人意 但是王小明和白林却好像能看到镜子里的东西 他们看到的镜面 和我看到的不一样 还是说他们感受到了某种东西的存在 白林的父亲 曾警告他不要靠近修理间 会不会 就是因为这几面镜子 白林和王小明暂时还算是诚哥的队友 诚哥害怕两人突然发疯 赶紧捡起地上的白布盖在了镜子上 看不到镜面 王小明和白林慢慢冷静下来 脸上轻轻消退 眼神中的恶毒也荡然无存 他们似乎不知道刚才自己身上出现的异象 仿佛一切都是诚哥自己的幻觉 镜子好像能这样出他们真实的样子 学校里镜子非常少 仅有的是四面镜子表面 还全被红色染料涂抹 诚哥有些好奇 如果王小明他们看到 没有被涂抹过的镜子 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 见两人恢复正常了 诚哥说道 东西已经得手 我们该走了 诚哥恋恋不舍地从修理间中走出 书哥不是镜子太大 他甚至想把那四面镜子也一起带走 接下来诚哥要做的事 想办法避开宿管 回到413寝室 拔掉墙壁上的钉子 争取说服那几道影子 王小明不知什么时候摸到了诚哥身后 他轻轻拽住诚哥的手臂 小林 按咱们之前说好的 等会儿你可别忘了陪我去食堂买东西吃 诚哥面带微笑 目光在白铃和王小明之间移动 这么晚 食堂还开门吗 王小明的口水从嘴角渗出 样子看起来有些恐怖 当然 你跟我去就知道了 有一个窗口 在偷偷买些很好吃的东西 你不能走 你不是答应要留下来陪我吗 我只带自己家人过来 你要跟我回去 白铃双手抱住了诚哥的左臂 他和王小明互不相让 诚哥故作为难 看着抓住自己双臂的两人 也是啊 这可怎么办 要不你俩想个办法 由你们来决定 我去哪儿好了 王小明瞪着白铃 声音有点大 他先答应我的 白铃脸上带着甜甜的笑容 双手死死抱住诚哥的手臂 可是你们现在 是在教职宫的宿舍里 再说 如果没有我的帮助 你们也进不来修理间的 去我家坐会儿吧 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 诚哥夹在两人中间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白铃家养的大狗 就是失踪的学生 跟着白铃回家 很可能会被囚禁起来 供他玩耍 王小明那边也不怎么安全 对方一直要带诚哥去食堂 吃好吃的 但就是不告诉诚哥 到底要吃什么 如果真跟着王小明去了食堂 说不定到时候摆上餐桌的 就是诚哥自己 这学校里每个人都心怀恶意 只是他们从来都不表现出来 两个选项都是必死选项 区别在于死亡方式不同而已 看着身边的两人 诚哥没有将他们推开 他一手勾住了王小明 一手温柔地摸着白铃的脑袋 很是感动地说 你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一个正义可靠 一个贴心可爱 我真的很难拒绝你们 纠结了好一会儿 诚哥蹲下身 将白铃抱起 哥哥先跟朋友 去食堂买些东西吃 等我再回来看你好不好 白铃甜美的表情瞬间凝固 他白皙的皮肤上 浮现出了小小的肿块 身体好像长高了一点 不行 你不能跟他走 好吧 诚哥无奈地看着王小明 兄弟 要不你自己去食堂吧 我陪为这个小女孩 她可能是一个人 在屋子里太害怕了 王小明的力气 要比白铃大 他将诚哥 转到自己身边 你疯了 白老师回来 如果看见你在他家里 一定会将你 关进禁闭室的 跟我走 我们去食堂 诚哥被王小明 拽到了门口 白铃却不肯撒手 他身上的变化 越来越明显 眼眶下凹 眼角流出了眼泪 泪痕好像刀子一样 缓缓割开了他的脸 那个包层在可爱女孩 外皮里的怪物 似乎快要出来了 诚哥马上 甩开了两人的手 你们这样 弄得我也很为难 你俩自己商量吧 我在门外等你们 有了结果 出来找我就好 诚哥轻声安慰了 王小明和白铃解聚 打开修理间的门 走了出去 他刚把门关上 屋里就传出来了一声 沉闷的巨响 好像是脑袋 撞在了墙壁上 真没想到 我在这里 将会这么受欢迎 学校里那么多缺少 他们为何偏偏 对我尽有独钟 诚哥心里 记过这两位朋友的话 离开修理间后 一刻不停 提着包就朝出口冲去 在诚哥跑出教职宫 住宿楼时 身后漆黑的楼道里 隐约传来了一个声音 好像是在呼唤 小林的名字 不过诚哥和恐怖片里 那些主角最大的区别 就在于 他从来不会去好奇 那些无意义的事情 谁喊他的名字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已经获得了 自己想要的东西 可以开始下一步计划了 诚哥没有回头 小跑着回到了男生宿舍楼 这学校里熄灯以后 就一个人也看不见了 这算校规很严 但至少 也应该有保安 在学校里转悠才对啊 必须要加快速度了 如果是白灵出来还好 他不知道我的具体位置 但要是王小明追过来 那就不太好办了 这位同桌 知道我要回寝室兄们 可您会去寝室找我 你会去寝室找我 那是小明星的 词外计划 呱 那是小明星的 是小明星的 这大天 是小明星的 本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